你现在你心情是咋想吗 对的是 孩子们现在正成章了 他最需要的就是父爱的母爱 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当然特别是哪了吗 他生了都管我吗 他那儿三月他就一个月都不逃 还管我 你只留个孩子丢那儿 你抗孩子几回 我不接受这个吧 胆子他跌了这里 你不能让孩子们来卖胆 有狠心的爹没有狠心的娘 如果要是有一个狠心的爹 不要孩子再一个狠心的娘 将来以后一旦孩子的身心 将来受到影响了 你以后不要说 比现在哭了累掉了再多 你就是往后不了 你都不了了 面对调解员的批评 方方告诉我们 其实在孩子的问题上 他和水利已经犯下了 不可原谅的错误 他要是卖 卖一个 大多少人会多美 两个校园 可能是这样 这样子要小子有长眼 当时一样 初从直接日元来帮你 那当时你都从一样杀药 我不从有杀药 他要不要我都要一样 我就说 你就有一个生意 是送给你来卖给你 保养 那人家钱了没 保养 我知道保养 我之前肯定见了 我见了 你见了的钱换了没有 换了 我一说小孩 你给我来根据 你说去叫我来帮你来忙 你自始至终 你第一没有人知道你 你有一点错 一二一做 你感觉了 你没有一点吗 有 实际没有 面对百姓调权的批评 水利并不接受 他告诉我们 这件事 他是征求过妻子方方的同意的 方方之所以现在提这件事 是因为 他已经跟现在的男友小杰 又生了一个孩子 我请说 是不是想要给您 您还有什么一个号 没有 兄弟他比联合优惠 怎么样 原本水利求助我们 是想叫妻子方方回家的 但是夫妻俩根本就无法心平气和的沟通 百姓调权觉得 水利的态度确实有问题 小孩 我当学的 你给切个心眼了 上次来 你说 你们又说这么一句话 接着来 跟你哥哥听他 那两个好好交流 你不说 你接着来的目的 算啥 你叫他给他回去 他就马上就跟他回去 真的他不给你 我还不放心 你必须得 咱们一下态度 不管成功 你活不过 接着你再拿成 你得吹 是不是 哪一个女人 嫁一个男人 他都是想跟他过幸福的生活 他如果要是给你这 感觉到他这个幸福 你就像人家那他都不会走 既然他离开你了 中间肯定是你做了不到位的地方 就是说 你能好合同一下 各自多 踐踏一下自身的问题 你不要互相制作了 互相埋怨 调局员的一番批评 也让夫妻双方 陷入了沉默当中 此时 水利的叔叔在一旁说话了 再回到家里 还是万中一个家庭 幸福到家 外人都不知道 都到哪个位置 上班了 你听我 人家说 受人窜 吃饱饭 你首先 不管咋有 为了两个孩子 鬼女都是给他 马隔隔的 你给鬼女都跑到班了 他爸爸宰亲 他爸爸知道 他也生长发育 咋去教育 只有他母亲去教育 我还会有关键的 他给他 约着自然杂大缘 看看他有情战役 喊说 一人一人 想不到家庭 我不能看他 前面前的鸡 他这真心啊 你以后我 前面大事的真心 那不是错了吗 他不是错 他才知道错 可我也问 方方态度坚决地 拒绝了水利叔叔的提议 或许是这样的态度 让水利感觉到了 婚姻的危机 他也终于对妻子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一圈子 对你某我知道 你这后一个就不许是 你是 现在前进 不许是 你这两严重的 我还不杀 杀了杀了杀了 我直接就担了你 要孩子有 在那这段事 我已经放在那里 早就坐在那里面 这么多不聊 他如果愿意给你回去了 不管他这一段时间 都做了那些事 你必须的就是保证 你不能再欺负他 不会 通过这一件事 你自己也要好 再这一项 你这也是 真正事实的 不离开 可能你过了后 你不知道真心 现在一分开了 现在你知道真心 一番圈倒 终于说进了水利的心里 然而方方的态度 却始终坚决 执意要与水利离婚 他告诉我们 现在的男友小杰 对自己好的太多了 眼看妻子的一颗心 都向着男友的方向 水利也着急了 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叫了过来 那么女儿的出现 能否让方方的态度 发生转变呢 在上节节目中 由于妻子方方 坚持要离婚 所以水利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叫到了调解现场 希望能挽回 夫妻之间的感情 将近一年时间 没有见过母亲 两个女儿面对方方 都不敢上前相认 你这人都不敢上前 你可是什么不敢上前 人家对不敢上前 这是谁呢 我妈 你多长时间没见妈妈了 不知道 小妈妈不想 行 人家如果你哥哥站在前面 你那眼眉眺都不眺一眼 你这营养啊 人家还有个闺女 你对你的亲生闺女还着了 你对人家闺女在我家了 看着你人家这么不耐心 你不善良好闻心 你今早会这么贴着心 哪一个女儿信给你 这两个女儿你不关 你这一辈子过老叨要 那不关门 那不关门 你这半年没有家 你关门啥 啥关门 你啥方式关门 面对调解人的反问 方方无言以对 沉默了片刻之后 她终于伸出手 将大女儿拉到了身边 你出镜子又找到看吗 没有 看过吗 嗯 喝完 你破镜子再看了 你啥意思 两个女儿都进入做 你看见有时候几乎是不是心疼 心疼牛的话 就纳别这样一种方式去心疼牛 再给牛抄一顿 你看还是可怜不可怜 看见你两年都做活源都不过去了 你看这牛拉都拉给你根儿干 我一说牛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两个孩子丢了 不上不下了 可怜巴巴的 你可是过来再幸福 你得尽量让人来说到这儿了 一番严厉的批评 终于让方方不再说话 那么她和水利的婚姻 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那是你这家的吗 这家的很难 我用得救 一年成长的时候 你是孤女自己的 一旦里有了孩子 更多的是个幸福的房子 孩子身上 孩子给他出门 他扑关了他 到两岁脚会 我上了 把他扫了 上了 扫我 你会觉得 我看了 我看不上 他把这个人看了 看着都不看了 他走了不对 你这也是一些 换一些 一样换一样 他走了不对 你现在跑到那家 中 你对不他 你对他 会更深一步吗 当一个人站在 正面来正当时候 才有资格去做为别人 都在考虑自己的幸福 由几个人来考虑 八岁的大女儿 在百姓条权的怀里 无声的哭泣 为了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百姓条权让水利 把孩子带了出去 同时我们对方方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无疑说了 既然结果我过了 我不可能给你再留到 要是愿意 跟你丈夫回去的话 再给他过一段时间 他安 事事种不种 变世都不会 就是为了 这两个孩子 也许丈夫经历了这一段 他也会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 也会做一些改变 因为他知道 他再对你不好的话 你一定是不愿意 跟他过 如果他真正能够 对你好了 我建议为了孩子 再继续好好过 如果要是说 你不愿意 跟他一块回去的话 看能不能 感觉能拿那 住一段时间 然后呢 把你的婚姻的事 车里的处理干净 同时呢 告诉你男朋友 叫他也去处理 他的婚姻的事 啥时候你俩 把你自己的 这个事都处理了 你也不亮亮了 能再考虑我一块走 面对百姓条卷的提议 方方迟迟没有 做出决定 百姓条卷 又将他的男友 小杰叫了过来 不关你将来以后 是不是能够 做到一些 目前来说 就是人家 这些要封开 嗯 你现在能不能吃的地鱼 就放得下 放不下 放不下 放不下也得放 嗯 对 但这以后就有决定了 你回去 他回过来过下去 过来有个祝福的 那过不下去了 大家走一块 我被他也要他 母亲说 我不会跟两五块作合 只有 人同便利了 好不好 最终 方方同意 先与男友小杰 彻底分开 回自己的娘家 好好冷静一段时间 再决定自己的感情 究竟何去何从 百姓条卷拨通了 方方母亲的电话 母亲来说了 就是咱在那 方方的思想 还没有最后 那时候有决论 决断的情况下 就是说 我建议她 不中了钱 会你那时候 住一段时间 考虑一下 回来吧 我只能不能给家 我过两秒 我都回去 你回家还是不回家吧 你不回家 我看我不回去 我看你回去回去吧 我自己咋的 回家咋的 这也不说咋 挂断电话之后 方方坐上了我们的汽车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 颠簸之后 我们将方方送回到了 她的娘家 水利也随后跟了过来 你刚刚跟你讲话 你最终住这句话 既然她过来了 先叫她跟她拿着 先评服一下行情 第一个 给你媳妇一个 宽松的空间 让她自己做宣伤 第二个 我安安了 默默了 我可以就说 我接力说弄极了 真最大努力了 我会自己回应那些行为 想了一会 她会为了害死 给你一个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你就是他这两个 长期的话 就有意思 跟我讲 你如果干不着 他看都不给你 那是加成他自己去经营 不要往讲说 他说做事 讲过你 你也不可以 百姓调节员和水利叔叔的劝导 水利都听进去了 临走之前 百姓调节员还是放心不下 摇摆不定的方方 不管咱俩说了 你才尽量平静一点时间 你静一下 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你老公 要是有所改变的话 咱不年纪变岁 就年纪 咱俩回应 你能过下去了 我还是主张 继续过下去 你来回应你做主办 另外呢 我也建议你 在这期间的 那个男孩 如果你俩主年 没有孩子存在的话 就不要给他 宅有任何联系 最起码是 在你也回应关于 村局期间 不要给他 宅有任何联系 知道吧 爱情是一种 很自私的情感 只属于两个人之间 一旦牵扯到第三个人 他就会变成 一把双刃剑 伤人伤己 百姓调节员 忠心的希望 方方能够本着 对丈夫 对男友 更是对自己 负责的态度 慎重的决定 自己的情感去留